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请求说 我们在大人 欧青的老先生 老太太来资源 老先生看起来 她也是很关心太太 但是她就没有在面板里面 都在外面在坏坏 感觉是矛盾了 所以我们的委员去一刻 去跟她问 阿公 你到底谁人在这儿 我看你心思坦坦 你有想要跟我说话 阿婆 把你的心思说出来 这阿公 他就说 小姐 我哪看我太太 都不去欢喜心 但是 我也有关心她 实在说 她在发现我也很烦恼 但是 是怎样 就很想要去跟她说话 就只说不出来了 就不去欢喜心 我们的委员就问她 阿公 她说 你老婆做几十年了 她说 算算的也差不多有 四五十年应该有 多人 这四五十年 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她就说 我做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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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 在我们的门口 大张唱卡 我们就有企丁人 在那里喝酒 粉 冰冷 在那里聊天 有时候 我们的企业 我们没很怕 看我在那里喝酒 就开始来把我闹 看我吃粉 要是开门 她就给我闹 我自少年 让他闭得老 但是现在 想到他一直在打拼 我也是有一点的烦恼 我们的委员就说 他说 阿公 我们人不要后悔 你看到他这样 闭得不回来 你也有烦恼 我相信 你也有微信要他说 他说 他就不知道怎么 走到面前去 想要他问一下 看你的腰没有 会脆脏没有 但这样我也问不出来 想想的他就看 我们的委员就说 我看你真的有够好 很好 我们好心 哪能带到你 可能我们家会很好 我们的委员就说 阿公你看我那里好 我还是跟你说 我以前也不入住 他知道我老婆吗 我如果看到 男人就亲像看到狗那里 就要他下室 好 他就说 蛤 你有在那里派吗 所以我们的委员就说 阿公 我叔父和我教 教说 我们人不肯比狗 你比狗到好的 教你的手段 不一定很好 最好我们就是 不要够够 其实我们的最好 我们不肯比我们的人 够够 阿公 你不要后悔 阿嬷 我想 会心与你一样 她的心来也有话要跟你说 你 快点去跟阿嬷 这样说一些话 这么多年 这么多话 我们现在不说 真的你会很后悔 阿公走 就跟他吵了 背阿公 到阿嬷的乘战 自贡就先跟阿嬷说 阿嬷 今天有轻松吗 阿嬷 就说 心烦就烦死 生活要怎么轻松 我们自贡就说 阿嬷 今天要让你很欢喜 阿公 有话要跟你说 可能他跟你说这句话 对你最好用 心就不烦了 有什么话 没话 我们自贡就阿公来走 你刚才跟我说那句话 跟阿嬷轻松 说你对阿嬷 他太想要说的那句话 阿公就这么勇敢 阿嬷就这么粗糯 没有了 我爱在 好像 不知道 这样 多年 八多久 没中途这样 把它冲出来 实际上是说得很粗糯 我们自贡就说 阿公 你这样 太粗糯了 来 又一遍阿嬷才听我 因为 你说得太近了 说扮软一点 还扮软一点 阿嬷才听有啦 那里就 母亲啊 我实在很爱你啦 不好意思 阿嬷都赞你 这样这么多年 把我照顾啦 阿嬷的脸都整个白金起来啦 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微笑 是啊 是我最想要说的 就是潘晟说而已啦 阿嬷呢 笑啦 我ytt在坏会里边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晉晟 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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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感恩